9月28日,2018女篮世界V4分之1决赛,中国女篮以42比83高比分,落败于奥大利亚女篮,很多球迷觉得难以接受。 这还是我们此前一直看好的中国女篮吗?我想说的是,对年轻的女篮要多点耐心,未来可期,小祖散我们遇到美国队,也才说了12分,为啥碰到澳大利亚?就一块千里,此届世界杯,澳大利亚女篮是奔着世界杯冠军去的,也就是说,面对美国队,她们同样有一战之力, 至于与她们的核心坎贝奇,有心的球迷的都知道,澳大利亚的坎贝奇是美国WNBA联赛的得分王。 如今的美国女篮,谁也不敢小瞧坎贝奇。 在与中国队之前的比赛中,坎贝奇的命中率高达72%,本场比赛60%,当然,今天的坎贝奇,并没有用上全部的力气,因此,中国女篮输给拥有超级智星的澳大利亚,一点也不意外。 第三节,澳大利亚自是大比分领先,没怎么上坎贝奇,这一节比分16比19,中国女篮仅仅输了三分。 这说明什么,没有坎贝奇到大利亚,并没有想象中的强打,你眼中的中国女篮,也没有那么雷若,中锋李月入屡次强吃对面的那些,并且屡打屡中。 说实话,我没想到李月入居然会打得这么好,毕竟蓝百方面20比41,我们输了21个,根本原因不在于技术层面,而在于中国女篮的身体素质差人家太多了。 最后一节,女篮的姑娘,跑不动了,只能看着人家轻松上来,即便如此,李月入还能多次单视对面的那些,周诗值得称赞,小将含蓄奔唱比赛。 没有延续之前的良好状态,究其原因还是太瘦了,内线挤不开对手,没有良好的身体素质,所有的篮球技术都是空谈,想打赢用有坎贝奇到大利亚,中国女篮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,万丈高楼平地起,打赢无坎贝奇到大利亚,是中国姑娘目前不远的一个目标。 身体素质是女篮急需提高的方面,像我们有一批少庭,李梦等优秀球员,与日本队一战,能做出很多精彩的篮球动作,而面对身体条件更好的澳大利亚时,他们就被抑制住了。 韩旭,李梦等未满二十岁的年轻球员,更应该重视体能的培养。 特别是韩旭,坎贝尔之所以能肆无忌惮的单吃你,就是依靠身体的碾压天赋,外线三分是致胜怕宝,身体天赋比欧美球员若怎么办? 现在是小秋时代,再也不是那个有个欧尼尔,就能无敌的年代了。 宇宙队勇士队夺冠的时候,内线并没有超级中锋,三分就是他们的常规武器,今天中国女兰的三分命中率是二十二中三,实在是太低了。 打澳大利亚,我们的外线并不是没有机会,但就是投不进。 相反,澳大利亚在中国对防守的位的情况下,还能命中三分,实在值得我们思考,防守是赢球的根本。 好的防守不仅可以节省体力,还能带动进攻,打美国。 澳大利亚这种个人能力强的队怎么办? 防守非常重要,现代篮球理念讲究无限的换防,其根本就是要打造立体的防守体系。 试想一下,再强的球员,也不能整场都能一挑二或者一挑三吧。 坎贝奇再厉害,不也得下场休息。 中国女兰,平均年龄仅仅23岁,对于她们来说,未来完全有时间打造一支配合默契,进退自如的队伍,人才是保持前进的不解动力。 肖像含蓄,李源等在本届世界杯的表现可圈可点。 未来,我们是不是继续发掘一些新人呢? 蓝蓝惊吓做出双队的排阵,就是一次很好的尝试。 我们可以看到,澳大利亚埃伦、塔尔伯特,同样是非常优秀的球员,人才越多,球队才又更有发展的潜力。 坎贝奇目前是27岁,正处于职业生涯的巅峰期。 是不是后面几年,中国遇上澳大利亚,必败无疑呢? 不一定吧,还是以蓝蓝举例,伊朗拥有亚洲内线第一流哈达迪,不还是在亚军会上,被我们拿下了,一时的崇拜? 并不算什么,我们的女蓝连美国队都敢搏一搏,更何况还没当上老大的澳大利亚呢?